主料,面粉41克,全盖叶38克,主料,糖粉15克,面1克,黑芝麻3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鸡蛋叶加盐搅拌均匀,加入糖粉搅拌均匀,删入面粉揉成团,松弛20分钟备用,松弛好的面团表面沾上黑芝麻,擀成3毫米厚的面片, 修去边桨后,切成半厘米宽的条,将每个条都拧几圈,摆入烤盘,烤箱熨熨后,190度烤25分钟左右,制表面微金黄色即可,烹饪技巧,如果颜口不太好,可以尝试这款饼干,如果有牙齿踪动症,且不尝试本款饼干二,如果想让花纹更加清晰,请吃灯在家3-5克面粉, 让油好的面团更加干燥一点,切下的边角,我就直接剁了饼干,如果有时间并且乐意的话,可重新揉成团松之后,赶开制作次,如果蛋液有余,表面可以刷蛋液,更光合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